Hello,大家好,我是Luna,欢迎来到我们本期的中文视频 在今天的视频中呢,主要我想去讲一下 就是在美国廉价购买房产的三种类型 那第一种其实叫Shore Sale 第二种是Foreclosure 第三种叫REO,Real Estate Owned 如果这是大家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呢 我是在费城的一名房产经纪 在我的视频中我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在费城的生活经历 还有一些房产大家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要点赞,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期精彩的内容 先讲一下Shore Sale吧 Shore Sale它的中文意思叫短售或者是急售 主要大概的定义就是说 房东由于无法还贷,银行呢准备就是出售这个房产 但是在出售过程中它和正常的交易是不一样的 因为银行是作为中间人,银行是有话语权的 那在购买短售的这个房产时候 有几点大家必须要注意的是 首先第一,短售它虽说叫短售 但它的时间一点都不短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6个到12个月 它也是通过房产经纪人或者是Shore Sale Negotiator 专门搞Shore Sale的这种人去和银行协商 那作为买方呢你定金交了之后 你可能就会无限期的等 然后就看这个银行是否批准 很多情况下银行有可能还不会批准 作为Shore Sale唯一的一个就是不足的地方 第二个呢我们要去讲一下就是Foreclosure Foreclosure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法派屋 法派屋在购买的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的两点 第一就是法派屋很多情况下没有办法做误解 第二呢在购买法派屋的时候 你需要支付的是现金 而且法派屋并不是通过经纪人去购买法派屋的 大部分的情况下你要上它这个auction.com 现在由于疫情的情况呢 很多人都是直接上网去购买法派屋 任何一些产权调查或者是过户啊 然后把钱打过去啊都是电子交易的 现在它很少真正的去这个auction去买法派屋 基本上全部都是电脑上进行的 那第三种呢我们要说的叫REO REO就是Real Estate Owned REO这种房子它就是说在法派过程当中 没有成功的被法派掉 然后向产权直接转交到银行手里 银行通过进行一定的维修 保证好产权的完整性之后 通过房地产经纪人放到市场上再进行购买 进行就是出售 这个REO的房子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比较好 因为第一你可以看房 第二呢它银行会进行一定的维修 可能是因为它房产里面的状况比较差 它会进行一定的维修之后 然后买房到手去看的时候 它可以进去看房 也可以做污检 这个时候你相对的风险 就会没有像法派物来的那么高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REO呢 其实你上经纪人这个MLS的网站上 它有很多的选项 你可以让经纪人专门找这个REO的website 我在第一年当房产经纪的时候 我也帮客人购买过这个REO的房子 当时它的房子的价格比市场价要便宜2万 可能是因为房子本身状况和市场上一些就是 屋主自住的房子状况相比要差一些 所以买的人并不多 但是当我客人买完之后 他发现其实房子本身内部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大的 他也进行了一定的翻评 最后我有四点想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注意事项吧 因为很多人在购买房子的时候 特别是房产投资人 他都希望以一个超低的价格去买房子进行一定的翻修 然后自己赚一个非常好的利润 但是在购买不管是法拍屋短售还是REO的房子 它里面多多少少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里面的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 我认为要购买这些房子的客人 第一你的现金一定要非常的充足 以防如果有一些不可预料的维修 或者是超过了你的预期 你可以用你的现金去弥补它 那第二呢 就是你对本地房产一定要有一定的足够的了解 你最好是当地人 就比方说你是去买法拍屋 你最好可以当时在购买的时候 你就开车去附近看一下 看看他房子外面的状况怎么样 里面是否还有住着人 那这个就引到了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在购买法拍屋的时候 最好里面是空房 如果里面涉及到有租客 或者是房东还在里面的情况下 到时候你买到房子 如果租客不搬走 或者是房东不搬走 或者是他在搬走的时候 把你的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的 那这样子就是给咱们投资 会造成很大的一定的影响 第四点特别重要的是 在进行维修翻新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守的去估价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房子 你对这边的房子特别了解 你可以让你经纪人给你出一个comp report 你看一下附近的房子 如果我花五万块钱进去装修 我修好之后 我的房子能卖多少 那在卖的时候 你要把所有的费用都算进去 包括你的买卖交易税 你的经纪人的费用 你的维修费 你pool permit 因为很多比如说拉电线啊 这些都是需要pool permit的 这个费用 或者是你到时候 比如说被罚款了 你这个罚款的费用 还有你的地税啊 你的保险啊 你到时候卖了之后 你赚了钱之后的capital gain tax 你这些全部要算进去 算进去之后 你非常conservative的 你看看你到底能赚几万块钱 这个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人 是相当关键的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ARV ARV就是after repair value 我修好之后能赚多少钱 我进行翻修的时候 我进去一看 这个工作量有多大 需要多久 我花装修的需要多少的费用 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 才可以进行购买这个翻新 跟买这种法牌物 这种有风险的房子 那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讲到这里啦 大家要是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是Luna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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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